南美国家致力北部沿岸今天早上发生了 里特仪8.2级强烈地震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向所有中南美洲的 太平洋沿岸国家发出了海啸警报 邻国秘鲁和玻利维亚震感强烈 地震发生之后 人们纷纷跑到建筑物外的空地上 当局也紧急疏散了沿岸地区数千居民 美国地质调查局说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傍晚6点46分 由于震源很浅 只在海床地下大约10公里 所以震感强烈 震中位于智利伊基克西北99公里处 靠近秘鲁边境 智利海军表示 地震后不到45分钟 智利海岸就受到第一波海啸冲击 海浪高达超过2米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警告 这种强烈地震很可能产生毁灭性海啸 靠近震中的沿海地区 数分钟内就会受到海啸冲击 几个小时后 海啸还会殃及更远地方 到目前为止 受地震影响地区已经传出了 5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的消息 感谢观看